就读国中小学的三位部落小女孩 非常熟练的驾驶插秧机 并且将大人已经跟着完的水碟 慢慢将秧秒插上 丝毫不用大人在旁担心 他们是否能完成这项工作 联系三天假期 他们没有出外游玩 房导选择来到田里陪父母亲完成插秧工作 分担父母亲劳 家里只有爸爸妈妈他们在忙 然后很辛苦 所以我就出来帮忙 放假一直窝在家以后会变懒疼虫 然后老实说一直窝在家以后会变宅男宅女 然后一直坐下的话屁股会变大 负责开插秧机的午赛 从小就喜欢跟着父母亲到田里工作 国小五年期 父亲还叫他怎么开插秧机跟跟云机 现在完全可以独当一面 还带着妹妹到田里工作 现在连高难度的工作 将插秧机开上偷板车上 他都会坐 是父母的得力助手 爸爸耕种十多公顷到米田 是家里的经聚来源 父亲看着自己女儿这么孝顺 帮忙分担田里工作 感到相当窝心 就一直看爸爸开 看着看着就自己会开 就要看那个田梗的角度 然后去看那个田梗 会不会插到台旁边 然后或者是 你要在转弯的时候 要看那个距离 有没有够款 两个 就是如果你要插两行的话 就要留两行的路可以走 因为从小的话 就是跟父母亲出门 去田里 久而久之 他就习惯这个 这种工作 趁这个时候 他有小孩子嘛比较好玩 而且小的时候 有培养这个他的兴趣 是这样子 所以他很乐意跟父母亲出去 做这种田里的苦工 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女儿 联系三天假期 天空不作美 天天飘移 但三姐妹不畏已逝 跟天气失忍 仍然继续在稻田里来回 开着插秧机 就是希望趁着假日 赶快帮父母亲完成擦扬工作 接着法罗罗8010采访报导 今天老板 真心 дов说 我很感谢 你觉得我们好